请各位一边填 那我一边回答一下其他老师的问题 谢老师如果你是用电脑版的新制图 电脑版的新制图它没有自动存档的功能 所以你每一次要存档你就要按一下存档 按一下存档 然后第一次要给档名给位置 然后去存档 那除非你用的是那个平板或手机的APP的 它才会自动存 它才会自动存 那至于会档机 画完要存档就会档机 这个应该是你的电脑的问题 它不需要很高的电脑等级 不过我觉得你可能 你把它重新安装一下再试试看 应该不至于 这个XMine不挑电脑 不挑电脑 所以烂烂的电脑也能用 然后它云端上面 云端上面的 的那个 版本 你去下载的时候 云端上面的版本 它也有那个 ZIP的版本 也就是说你直接放在随身碟 解开之后 就随身碟插到哪里都可以用 就不用一定要安装 它也有这样的版本 好 那个今天的PDF 没有在讲义中 等我一下 我把它放进去 等我一下 因为我想说今天的PDF只有流程没有重点 所以我就没有特意把它放进 放进那个讲义里面 那我现在把它处理一下 好 我已经把那个 好 把它放在那个0730的 资料 那个讲义0730里面 如果您可能要过几秒 重新整理一下 才看得到 才看得到 好 那各位一边填 那个问卷 我再给各位一个 一个资料夹 我再给各位 等我一下 好 各位先 先暂停一下 那个我的网页在右上角 右上角这边 刚刚讲第一个 第一个连结是给各位的资料 然后第二个连结 请各位点进来 第二个连结是缴交资料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有请各位做一两个新制图 对不对 好 那请各位把你的那个新制图 你做好的那个新制图 前面的党名 你做的那个练习的新制图 假设是这一个好了 请你在前面的党名这边 加上你的名字 加上你的名字 然后请你把它丢进这个资料夹 那大家都可以下载别人的 但是你不要把它剪掉 你不要把它剪掉 然后大家都可以分享 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分享的地方 分享的地方 请各位把你的作业 算是作业啦 就是你今天练习的 不管不用一定要做到完 就今天练习的部分 就把它丢到这里来 那如果你要之后再丢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我们三天内好不好 三天内请各位把它丢到这边 那这个部分会在我送咖啡的考量里面 会去挑两位老师出来送 送那个咖啡 我自己烘的咖啡豆 我们都烘精品豆 没有再烘那个乱七八糟的豆子 好 那所以那个精品咖啡 外面喝一杯都要好几百块的 我是送你一包是一百五十公克 就是大概可以手冲十杯 十杯大概两两百五十cc 的高级咖啡 好 那就麻烦各位 感谢各位 好 所以有两件事 一个是填问卷 一个是填问卷 然后另外一个是 是教你今天练习的心智图 那填问卷的内容 跟心智图的内容 我都会把它列为 我送咖啡豆的选择的老师里面 那另外就是 就是今天整天参加课程的老师 我会在系统那边 去直接随机的抽出两位 那个部分就是送我 我做好的那个袋子 那个很漂亮的袋子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 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边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 明天的是那个 带老师们做Canva 怎么用Canva 我们都是带实作 然后还有怎么在线上出版 就是你做好的作品 或者你画好的图 或者你的照片 怎么在网路云端直接 去让厂商把它做出来寄给你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 那个inscape的重点的说明 好 这是明天的说明 那今天就麻烦各位把 把那个问卷给填好 然后新制图做好 交给 交给大家 我相信今天的课应该对各位 非常有用 你不要 那个杂乱的东西 不用管它 就是你今天的重点 你要那个后设认知 的新制图的结合 怎么去最粗浅的 你先把那个关键要关注的东西抓出来 怎么训练学生去关注 随时去关注那个重点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 他如果稍微OK的 这个部分会了 你可以进阶一点教他 教他那个演变的历程 那这个演变的历程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在学习的一个成长的历程 那很多人 不会到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已经是学霸中的学霸的阶段 然后第三个就是 要有自己的策略跟行动 并且付诸实现 要去行动 这个就会让你与众不同 所以今天重点就是 只有这三个而已 这三个而已 好 那个 老师如果还有问题 就可以在讯息列上面问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老师 就是交完两项作业 我们今天就下课 那有老师问说 桌面图案马上变 植物变动物 那个是布景 好 那个是桌面的布景主题 就是你那个桌面 你在桌面上按右键 这里有个个人画 对不对 个人画里面 其实你可以选布景主题 我们一般是那个幻灯片秀 或是纯色的图片 但是你可以选 左边的布景主题 这Windows的内建的布景主题 那你可以使用 在这边 我在微软的store 去取得很多布景主题 然后他 他就会上那个Windows 就上网路去找 那你就看你喜欢哪一个布景主题 把它抓下来 比如说 比如说我喜欢这个有海豚的 我把它点 点出来之后 假设我把它点出来之后 然后他会有取得嘛 你就给他按取得 取得可能要叫你登录 那个微软 那个好像不一定要登录 不一定要登录 但是 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 如果需要登录 你就去登录 反正他取得完 他会跑完之后 你去 去执行 他会下载一个档案 你把它执行以后 他就会 他就会换你的布景 他会定时去切换 所以我这边有下载很多布景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换这种卡通式的布景 你就点一下 你的背景就会 这种风格 然后定时切换这样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我什么都可以回答 新制图简报 新制图简报 其实最好用的应该是 你有触控荧幕 或者触控板 那当你在做简报的时候 我们习惯上还是会先 把那个你不要 就是我们要先把不重要的东西先收起来 因为在简报的时候 比较希望就是一次只关注一件事情 关注一个重点 那所以我们就是比如说我要讲到高我的时候 我才把高我打开 然后就直接这样讲 或者是你搭配那个叫做什么去的 网路上有一个叫做 我们的简报的方式除了 PVT 以外还有一个动态的简报 那个动态简报它会 会 比如说你 焦距定在这边 它就会把你这里锁定放大 然后你下一个焦距如果在这边 它就会用那个动态转移 我已经忘记那个叫什么软体了 它就动态转移到这个焦点 然后把它放大 应该有老师会记得吧 你可以用心智图再搭配那一个东西 那个效果会很棒 通常我现在早期我就是直接这样讲 所以没什么特别的 对 但是就是 就是要看你演讲的内容 对我分享一下那个 我分享一下那个几个心智图好了 几个蛮重要的心智图 好 不好意思 那个课在延长一下下 好 那个我们有时候要去 对 那个张居正老师就是这一套软体 P-R-E-Z-I 这一套软体是 非常棒的视觉化的简报的软 的软体 好 你只要事先准备好一张图 然后你在那个图上面安排你的 那个导演的镜头 好 你要带到哪一个镜头 带到哪个地方 他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放大 至终 好 那个效果非常的棒 然后里面也可以放一些影片啊什么的都可以 好 请各位参考那个张居正老师提供这一套软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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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